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素菜鸡蛋饼 用一杯面粉两颗鸡蛋 再有一把绿叶素菜 我今天用的是菠菜 叶子多一点 更少一点的 只要你喜欢的绿叶素菜都可以 首先我们用半杯水来和一杯面粉 拌匀后打入蛋 再放半个tispoon的盐 捞匀它 直到没有颗粒 那我们切菠菜 菠菜梗不要切掉 如果你嫌它脏 可以把第一刀去下 然后这个梗这边切碎 把它切碎 然后直接放到面糊里 再把菜和面糊拌匀 看上去都是菜对吧 等一会它一烧就缩水了 开火 放大约一个tablespoon的油 把面糊倒入 然后用筷子把面糊四边推开 然后转中小火 让它慢慢熟 因为它有厚度 所以心不能急 你看到它四边面糊颜色发生变化了 那基本上半层 最起码它的底部已经结实了 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准备翻身了 左手帮忙翘起锅子 万一它底下有油 就不容易溅出来 这个边上不够金黄 我们可以转动转动锅子 等一会再翻个身 烤到金金黄 这张饼就好了 学会做这样的饼 其实会给你带来蛮多的方便 你可以给它做早点 那尴尬的时候 你也可以当它主食 做一个汤 一顿饭就搞定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